3月9日,随着武汉青山方舱医院最后18名新冠肺炎患者致于出院,青山方舱医院宣布正式修仓。 今天是2020年3月9日,我在武汉青山方舱医院,今天方舱内剩余的18名病人已经全部达标并且准备出院,青山方舱医院将正式修仓。 据了解,武汉青山方舱医院由圆武钢体育中心改建而成,由河南省第5批支援湖北医疗队,国家陕西紧急救援队,武汉市第9医院团队组成,分为A、B两舱,共有388张床位,B舱在3月5日实现清零。 河南医疗队累计收治患者519名,治愈率达71.7%,实现了患者零死亡,医护及工作人员零感染,治愈患者零回头,安全运行零事故的工作目标。 我们河南省第5批原额医疗队自2月9日迟远武汉以来,历经一个月,共接受病人519人,治愈病人372人,转出147人。 今天已经正式完成我们所有的任务。 据了解,随着大批患者治愈出院,截至今天下午,武汉14家方舱医院里已有12家修舱,剩余患者将陆续分流到定点医院。